超纯一小桌球,小队 我第一个踢进去的球是自己的米达 真是这样 波波基本每季的 中国,中国,中国 一周立波小,总会 或多或多提起国足 那是爱你们 我坚持三年 从未改变,我有恒心 对吧,我很执着 你们为什么不感谢我 你们要知道,如果没有波波 这三年的执着 怎么会知道,中国还有 足球队的 其实足球是许许多多中国 球迷心中永远的同意 前一段时间 你们所谓的那些足球员 来攻击波波 他什么人,我早就看不起来 我们中国所有的足球人 中国所有的足球人 你们好不好 活着的全部给我去赏 又耗着大家 你打倒周立波 我后来你不要去,我自己说打倒周立波 刚刚说了一个星期 又输出了 你说这一点都不整齐 说我怎么要怎么说 中国中情给周立波之下说 我们要整齐一个星期,输掉了 6月29号 我是在6月27号 听到新闻 居然输给世界禁女泰国队 我说他们怎么想 当然我为了纪念他们这一撞举 我就说了一段新闻联播 我朝新天新闻 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神识安全着陆 股票十面埋伏 经济说不清楚 人妖秒杀国足 中国队输给泰国队一比五 中国队输给泰国队一比五 当然不偶然 因为内在了数字激励 穿插行径 我们人民币对泰国的汇率就是一比五 清楚了吧 真是这样 除了泰国 其实中国人 最记忆游行的 输给我们的邻国是这样,输得最多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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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 共大帅是没有赢过 30年 每个做30年 做牛马都做出头来 我们就是没做出头 30年恐汉 然后我们总会输给韩国人 后来一看 这个汇率差距太大了 要知道 我后来一查 人民币对韩元的汇率是一比180亿 如果是球 那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输得也蛮多的 如果是年份的话 Oh my god 如果有来世的话 我愿意成为中国足球队的那支球色像他人的球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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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